从YouTube比加面阿法创女币开始更新以来 交到了太多的朋友 目前观众老爷的话1.42万 全部仰仗各位的捧场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真的非常感谢 无论是粉丝 微信好友 我是很喜欢跟大家一起聊天 无论谁的留言 我都看到 基本都会回复 这期间也发现了很多问题 好多人说到撸毛 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简直无从下手 抽了点时间 专门给入门的朋友 做了这样一期基础教程 如果你对Web3撸毛一知半解 无从下手 这部影片将会对你有所帮助 1.什么是Web3 Web3 它是互联网发展的第三阶段 与传统的Web1和Web2 时代中心化互联网不同 Web3强调去中心化 自主控制和用户隐私保护 区块链技术为Web3提供了透明 不可篡改的数据存储方式 每笔交易或者操作都会被记录在链上 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什么是Web3撸毛 撸毛是只用利用各种手段 在Web3领域当中获取项目早期筹码利润的行为 这个行业包括了各种空头套利 矿工奖励等 随着Web3生态的不断扩大 撸毛的手法已在不断进行演变 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 从最早的登记邮箱 钱包地址和发送空头 逐渐演变为根据金额 交互的次数 链上活跃度等条件 作为代币的分发行为 在我看来 撸毛依旧是快速融入Web3 并且以极低的成本 拿到第一桶金的绝佳路径 概念讲清楚了 接下来就是干货 今天教程主要讲以下内容 先列个大纲 本次教程一共分为五个步骤 给那些带新的朋友们 一 该准备一台什么样的主机来撸毛 二 撸毛的环境 指纹浏览器的部署 三 创建钱包以及使用 以及如何获取相对应的Gas 四 逐合注册登录社交账号 五 撸毛的常用工具 该准备一台什么样的撸毛主机呢 其实我不建议上来就配置撸毛的主机 在你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坚持 从事这份行业之前呢 建议先充分的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尝试 如果你有旧电脑的话就先用着 能升级的话就尽量升级 前期刚入门的操作环境相对来说较少 其实它对配置的要求并不高 后面熟练了可以再加 原则就是前期入门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能少花钱就少花钱 如果各位观众老一定让我推荐一台设备给大家的话 我其实很推荐到Mac mini 那仅仅只是这一台小设备 我们仅需要买一个显示器和相对应的鼠标和键盘进行连接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到一台苹果的电脑 那作为日常我正在使用的电脑来说的话 苹果的话相对来说会比Windows好用 适用性更广泛一些那也是相对来说会更加安全一些 并且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本身并不是用电脑来进行挖矿 比如方说挖一些比特币啊 搞个币啊这些有可能你你挖矿的设备一定要很先进 不然的话你其实电费都不够你挖矿的收益的 那一台mini的话完全够用啊 日常我们在做一些空投项目的时候 空投类型的任务的时候 它完全是可以进行处理的 包括一些清洁点的部署 一些挖矿我们也是能满足 基本要求的挖矿我们是能满足的 主机搞定以后呢 开始部署路毛最重要的工具 指纹浏览器 什么是指纹浏览器呢 相对应的我们其实已经做过很多期有关于 Spower指纹浏览器的介绍了 简单的理解就是指纹浏览器可以为你创建多个 且独立的浏览器 每个浏览器通过伪装技术 使浏览器指纹无法被网站获取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用户在不同的网站之间跳转 其行为也不会被追踪 罗毛使用指纹浏览器的目的肯定是因为多开 我们平常做的项目 如果想要收益最大化的话 这个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在12月14日的时候 我就已经出过了相关的Spower指纹浏览器使用教程 那么窗口的全控操作呢 教学以及代理IP的选择指南 我也融入到这个视频当中 感兴趣的话 你一定要在这个视频当中好好看 因为这个视频我是很认真的在做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再稍微给它过一下 那首先的话是要先去注册一下 注册的话可以填写我们这个邀请嘛 感谢你对加密阿法的支持 如果您是第一次创建Spower指纹浏览器的话 你将可以享受到三天 所有会员功能免费使用的权利 注意啊 是所有的功能 你一定要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 体验一下所有的功能 你会发现Spower指纹浏览器的强大 那在这里的话会有一个新建环境 如果你想要批量创建很多个 十个甚至更多 你可以在它的右手边点击一下加号 这边有批量创建 批量创建的话就可以一次性满足你的要求 那在这里的话也会有个窗口同步 我们最初看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IP的 IP它是那个相同的 它并不是独立的 那在这里的话如何辨别自己的IP呢 就是更改自己的IP呢 首先的话要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那这个网页的话是一个IP代理购买 那么它这里看到的话是IPv6 IPv4和IPv4的Shield 简单解释一下 IPv4的话是适用性最广泛的 因为它可以适用任何的网络环境 那么IPv6的话它有一定的限制 IPv4的Shield就是 你当前的IP并不是你一个人在使用 它很可能是有其他人在使用 那如果有很多人在使用的情况下呢 它会出现一个情况 比方说另外一个人使用你这个IP 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那你这个IP很可能就疯了 所以它这个是非常不稳定的 在这个方向上点击一下购买 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对应的IP地址了 只不过需要在自己的赃钱账户当中 充值一定的加密货币 或者是用影响卡或第三方支付方式 那相对应的支付 我们已经贴在12月14日的这期视频了 如果你想要多好进行参与的话 这一期视频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那我们就会返回这个页面 如果你在买完成之后呢 你会得到这样一串就是字符 它是你的一个IP节点 然后相对应是你登录的账号和密码 那我们再来到我们的指纹浏览器当中 这里点击一下修改代理 把我们刚刚的信息全部复制进去 在复制完成之后呢 请一定要先检查代理 检查完成代理之后呢 再可以点击确定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IP环境下的一个浏览器 它是有区别于我们最先创建的那一个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实现了多环境 然后并且是独立的 另外为大家谋取了Spower整个浏览器的福利 通过使用我们专属的社群优惠码 Crypto Alpha可以在30天90天180天360天的基础上再次享受到折扣 说完了环境部署和相对应的IP更改 那它还需要一些必备的插件 需要什么必备的插件呢 比方说我们的okex web3钱包 以及metamask小狐狸钱包 幻影钱包以及是翻译器 这些都是作为我们日常使用是最多的 而且是必备的 那如何进行下载呢 在这里我们点开我们Spower 96乱七 在应用中心当中有团队应用和推荐的应用 推荐的应用当中有可能会出现我们想要的 但如果没有出现的话也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Google浏览器当中点击一下插件程序 也就是Cream的应用商店 在这里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应用 比方说我们今天以Zoom作为一个例子 点开之后呢 将对应把我们的这个URL地址复制下来 复制好了以后呢 我们转到Spower车浏览器 在团队应用当中点击一下上传应用 这边的话我们去进行一下粘贴 这样的话进行确认 这样做的原因是 我们所有在这里安装到的 都会在我们那个浏览器当中体现 所有装的东西的话 浏览器的插件 它会自动的进行到一个安装 那也就会出现我们现在 大家看到这个点开小狐狸 它就是小狐狸 紧接着我们来到步骤三 如何获取Gas 以及钱包的创建和使用 获取Gas最便宜和快捷的方式呢 就是从CEX交易所当中购买 然后体现到我们的钱包当中 我们大家日常在领取空头的时候 其实也发现 如果你不是率先 一开始绑定到交易所的话 因为绑定交易所 它是无需Gas 直接发送到你交易所的交易账户 对不对 那如果你链上领取的话 它是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的 那这个费用的话 就是我们所需要燃烧的Gas 比方说啊 我们就以昨天的Sonic作为一个例子 那Sonic的话 我们在进行领取的时候 它就是需要花费一定的Soul 那你是不是要先从交易所当中 提前买下来 然后再转到自己的钱包当中呢 对不对 接下来是给新人的一些建议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四大交易所 OKX 币安 GashIO BitchGash 我们相对应都会贴着链接 使用我们的专属链接的话 都会享受一定的手续费减免优惠 并且这个是永续手续费减免 还可以不定期的享受到空头的奖励啊 所需要的注册链接呢 我们都会放置在视频的剪辑处当中 方便大家的使用 包括今天的这一篇文档 我们也会放在那个视频剪辑处 方便大家的观看 那在这里需要去进行说明啊 我们并不是说下载了OKX 注册完成之后就已经结束了 或者是币安 或者是GashIO等等一些交易所 同时的话 要多关注下他们本身APP的生态 比方说币安我们前几天有做过一期视频 它是关于MetaDrop的 对不对 那我们再做了一些SOLV那个项目 它就是建立在他们APP下的一个生态 虽然是币安和它联合的 但是我们入口的话 就是要从币安的Web3前方当中入口 那这就是它的生态APP 我在这里大费口舌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希望你去注册之后呢 这就完了 我需要你去深度体验一下他们的本身的生态APP 就比如说OKX的Web3前方 比如说币安的Web3前方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定期的会出一些新的空投任务 很有可能我们是不需要花费多少成本 就可以博取到很大价值的 接着我们来到步骤四 如何登录注册社交账号 这里的话会看到推特 Discord以及Titlegram 这是我们日常在做Web3任务的时候 必备的三件套 那其实比较主要的还有一个Gmail的邮箱 因为邮箱是接受任何验证码 以及是注册他们的先决条件 通常来说的话 路毛对社交账号的要求会比较高 在这个环节当中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社交账号对于录空投任务来说 是有多么重要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您推特账号是比较新的话 第一次去进行注册的话 先不要去做一些Web3相关联的任务 最好就是养一下 就养一他一段时间 那至于怎么养呢 就是日常多刷一下推特的内容 不要频繁的进行转发互动 那么最好是一周出个一两篇 一到两篇自己的原创内容 不要去引用任何的 就自己比如说发一天 发一下心情 发一下配图等等 这样的原创推文 那这里的话如果大家对社交账号有要求的话 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C7 Pro 也就是多账号平台 这是我们对接过来的平台 在这个方向上大家可以自寻锁去 那比方说新老推特账号任意点击一下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中文版的教程以及是视频教程 通过观看视频的话 然后你去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同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一下客服 客服24小时在线 最后我们来到步骤五 也就是路毛常用工具的推进 如果你想要批量转账 批量取消授权 批量空头的查询以及是创建钱包工具的话 可以在这个方向上点击一下这个网页 我们会来到这样的网站当中 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功能工具 然后这边的话进行一下批量提现 如果你想要查询项目的融资情况 以及概况查询的话 我们一般在去做一些空头例行的任务的时候 至关重要的话都是先去看一下 它融资是什么情况 它的项目方团队是否是华人团队 还是非华人团队 因为我们都知道国人项目非常坑 无论它融资多么大 它都是存在反路的迹象的 就是说的难听点 国人项目是次项很难看的 那在这里的话 Rode Data是非常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个项目 以及是它是做什么的 它的项目方 以及是它投资的团队 XTR不要再说了 这种就是屎一样的项目 骂他屎都是对屎的不尊重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工具给大家进行分享 虽然这个工具的话 大家听起来会很扯 但是 你不得不说 它真的很有玄学 就是这一个英文名册吉凶 建议大家 真的 真不是开玩笑 你在做一些项目的时候 在去追一些项目的时候 最好先时间查一下它这个名字了 比方说这个他妈 它有如屎一样的项目的 XTR 雾云遮月 暗淡无光 空废心里 徒劳无功 真的 真的很对啊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查询一下脸上的数据 查询生态TVL和脸上的热点 可以使用一下Defalama Defalama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平台 建议大家在这个方向上多多研究一下 我自己都还没有研究 Defalama是一个很不错的 能直接反映到像每个生态的情况 那这里的话还有一个钱包添加供脸 然后以及是跨链桥数据 脸上的数据分析 我们就不跟大家一一进行赘述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自行的进行搜索 以上步骤完成之后呢 你已经具备了从事web3 路毛的最基础条件 恭喜入门成功 接下来就是跟着教程 慢慢熟悉路毛的过程 尝试自己去分析和更进一些热门的项目 项目分析能力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使路毛人必备的两种关键能力 从web3路毛 那这个赛道进入币圈呢 可以培养更加谨慎的投资态度 因为每一笔盖死的话 都需要精打细算 从路毛进入币圈 你会成为链上交易的高手 时刻贴近币圈一线战场 不断地在一线奋战 提升自己嗅觉敏锐度 发现更多的赚钱机会 路毛的赛道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拿到结果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祝愿所有的各位观众老爷 行大运发大财 感谢观看